冬令救济活动也能够帮助大众掌养慈悲心 佛光社区佛学会举办弥陀法会暨冬令救济活动 期望透过佛陀的慈悲度众掌养信众慈悲心 佛光社区佛学会在每一年的岁末年初 都有举办一场冬令政绩 你知道办一场活动是非常的忙碌的 绝连法师自己的身体很差 曾经大吐血两次 我们都想说可能阿弥陀佛要接引他了 但是他那种坚强的意志力 他有花的愿 心里就是有这种大愿力 都忘记自己身体的病苦 超越了他的精神力 已经超越他的精神上的 他的身体的苦 一心只为众生 在这新的一年我们愿佛光普照 大家华喜充满愿三宝加持 虎惠酸收并保佑大家吉祥如意六十吉祥 医成法师称许佛光社区佛学会 助持绝连法师 为法忘区 几次进出医院急诊室 却依旧为法会奔波不辞辛苦 只为了度化有缘众生 因此透过冬令救济活动 除了帮助贫困的弱势 更期望以佛法接引他们脱离困苦 十方新闻黄慧如检玉林高雄采访报导